大家晚上我們起來關心 今天的天氣 今天天氣很好 希望你有聽我們的預測 一定要把握 春天的天氣就是要看 好天氣預測的時候好好掌握 目前來看的話新的一波封面 在這個地方發展 預計在明天早上的時候 各位明天早上起來 就有感覺會通過台灣附近 不過這波走得很快 水氣沒有那麼的多 到晚上開始東北風開始報導 有沒有看到東北風 會持續有幾天的時間 大概到禮拜天 下禮拜一又改為吹東風 然後會有大概兩三天的好天氣 下一波可能是在禮拜三到禮拜四 禮拜三晚上到禮拜四的時候 會接近 這一波水氣比較多 有沒有看到 預計持續影響到禮拜四 禮拜五禮拜六 所以下禮拜的天氣是比較多變的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好好掌握 我們建議大家有幾天好天氣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把握 不然的話你沒有掌握到 你就是每天都是壞天氣 大致上這幾天不大會很冷 大概是屬於接近冷氣團的標準 14度以下台北市區 但是有些空旺地區可能會拉到12度 所以請大家留意一下 明後兩天的溫度 但是下禮拜一二三都明顯回溫 短期間內當然高維度地方 還是有冷空氣南下 但是對台灣而言影響不是很大 我們這兩天要注意一下低溫 台北市目前來看的話 未來這六日來說的話 溫度會稍微低一點點 清晨的低溫會低一點點 14度 但是空旺地區可能就低個2度 到3度 12度左右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的 側站的溫度都公佈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隨時的溫度 但是這幾天低溫的幅度 會降的比較低 14到17度 接下來會明顯大幅度的緩回升當中 請大家留意一下 南部就沒有像北部變化那麼的大 稍微有一點小變化而已 它大致上16 17度 但是有些地方靠沿海 或是山區 郊區的空旺地方 丘陵地可能會比較低溫 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禮拜六禮拜天還是要注意一下 大致上明天大概是北部東半部 比較陰沉偶振雨 其他中南部都是穩定的天氣 未來這幾天也都類似 大致上不是雨很容易會下雨 就銀封面比較多 什麼地叫銀封面 就是東北角這個地方叫銀封面 大致上天氣都還算還可以 請大家要留意的 明天就開始天氣有點變化了 大概是桃園以北 容易偶飄雨偶振雨 銀封面是最多的 就是明天的天氣變化 那東半部偶振雨 溫度會略微的下滑 但是中南部不是很明顯 我們剛才很建議 週五封面通過 北部水氣略多 北東陰沉銀封面偶雨 週六日轉東北風的天氣 下週一二回溫轉情